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26日活动 节目回顾了胡志明共青团92周年来磨练奉献和成长的光荣传统 回顾胡志明共青团的光荣传统 省团书记软民间肯定 2023年是共青团走过92年光辉历长的一年 这是每位工会会员和青年重温工会历史和英雄传统的重要机会 同时也是展示青年继承和弘扬传统的责任和作用的机会 省委副书记管明强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肯定了胡志明共青团的作用 并强调青年要努力拼搏学习 工作 创新 要学会贡献和分享 3月23日 同南省委会副主席 吴文飞 主持召开了省领导与该地区农民对话会议 省人民议会副主席 黄氏碧衡女士也出席了会议 对话会上提出了40多条建议 主要围绕产品输出问题 材料价格上涨 贷款支持 搬迁和桂花困难等问题提出 此外 农民还希望职能部门在有机生产和高科技农业方面开展更多培训 以帮助农民提高产量 会上有关部门对18项意见进行了解释 还有一些意见在会上没有得到充分的答复和交流 省人委副主席 吴文飞要求秘书出总结 并提交颁布结论通知书 分派各部门机构数面答复 同南有32个工业园区 雄面积超过12000公斤 目前 该省正在努力解决困难 让企业尽快就用月1000公斤的空地 为做出的土地分散 在多个不同的工业园区 其中大部分都在纠结于经常补偿工作 通常 奥高工业园面积超过206公斤 补偿计划尚未获得批准 因此投资者无法完成基础设施系统 为此 省委要求各部门和地方着力解决先有工业延区的分难和障碍 此外 紧急完成新工业区部署的文件和程序 以便同耐紧快恢复其在工业发展和照商隐私方面的领先地位 华盛顿否认北京声称中 中国军放绝今阻止一枚美国导弹驱逐舰 在洞海有争利的盗鱼周围活动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 中国南部战区有关已将米利厄4号驱逐舰 驱逐出洞海黄沙群岛附近海域的说法是错误的 令其在3月23日的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呼吁美方停止在洞海的挑衅行动 并强调中方将欠缺回护国家主权 3月23日 柬埔寨皇家武装部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柬埔寨国王邦金阳省开幕金龙2023演习 金龙2023演习于3月20日至4月8日举行 近900名奖中军人身家 这是自2016年以来柬埔寨和中国军队之间的第五次演习 除了轻型步兵武器装备外 还使用了中型车辆和陪来工具 以及其他军事人员的专业医疗设备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杨培欧表示 此次演习是两军正常防务合作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解决术 感谢各位文猪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